我们今天的讨论会的主题呢 其实主要是围绕着 澳洲不同IT公司的这个面试的流程 以及面试大家所关心的一些 比较热点的话题 那今天也非常荣幸请到了 三位我们的匠人学院的老师啊 也是三位来自大厂的 IT相关的工作的老师 那他们是James Lily以及Elly 好那我们这边的话呢 今天是会有十个讨论的问题左右 如果说大家在老师们的讨论过程中 或者是在听的过程中 有任何的疑问或者任何的问题呢 大家可以随时打在chillbox里面 打在聊天框里面 然后呢 我这边会给到老师 然后老师来为你们解答 所以稍等一下 我这边先挑一下 好的 那我们这边就先开始 首先我们请三位老师来 依次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从James老师开始 好的 哈喽大家好 我叫James 嗯 这样 然后 嗯 对我现在在那个阿特拉县 做那个backend developer 然后 我是 我其实哎 我其实不太知道介绍什么 但是对我有一个 两岁的男娃 然后有一个 有一只狗 然后有一个可爱老婆 还有两只鸭子 两只兔子 大概就这样一个生活状态 就是生活非常的节奏 非常的紧凑 有很多的动物和人家人要照顾 然后对 嗯 除了扣定之外 比较喜欢 cooking 做饭 啊 对大概就是这样 好的好的 欢迎欢迎 好 那下面丽丽老师 哈喽大家好 我叫丽丽 嗯 我现在在real tinto 做cine developer 呃 然后工作时间也比较长了 对 呃 005年毕业 一直到现在 呃 那主要是做 downet的技术 还有呃 呃 前端 对应该是个 fustack developer 然后 嗯 参与过像 angular react的一些项目 呃 那也在其他的 呃 local baron的公司 呃 学校做过 呃 讲师 呃 所以 希望 希望大家 聊得开心 嗯 好的好的 欢迎欢迎 啊 那我们最后 爱丽老师 呃 哈喽 大家晚上好 我叫爱丽 呃 然后 我现在是在 一家 health engine 就是my emergency emergency doctor 做cineer fustack developer 然后我是 2016年的时候 来澳洲的 然后原来我在国内呢 是呃 数学老师 然后到这边以后 嗯 因为 也不太喜欢说太多的话 嗯 呃 所以就是呃 觉得做it可能适合我 所以就转行做了it 嗯 好的好的 欢迎欢迎几位老师 好 那我们话不多说 我们现在来开始讨论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哈 首先第一个问题 就是呃 请问 就是几位老师在的这家公司 呃 你们所知道的 或者说你们经历过的一些面试过程 一般包含哪些环节呢 呃 我们哪位老师可以先开始 呃 我可以先开始 好的 应语一下 嗯 对就是呃 其他信的话 他 呃 他现在的流程主要是有 呃 第一个是那个technical screen 就是hr会先跟你聊聊完了之后 现在是有一个外包的一个公司来做一个coding的interview 然后大概是一个小时 嗯 然后这个就属于technical screen 然后你这个过了之后后面就是 那就是正式的流程 它叫onsite 然后 然后 就是会有 大概五轮吧 然后就是有前两轮是有两轮的coding 然后每轮是一个小时 然后有一个system design是一个小时 然后再后 后面是有一个value啊 interview就是 跟公司的价值观相关的 其实主要就是以那个行为面为主吧 大概是一个小时 然后最后一个是一个management interview 就是你的manager或者你manager manager会来跟你聊一下看你这个人适不适合他们的team 然后是一个小时 嗯 嗯 所以这是我觉得就是他这个流程其实相对于还比较 属于大公司比较典型的吧 然后我以前 呃面过一些别的公司可能 嗯一些呃中小型的公司可能他 他就可能有的就只有一轮 然后就是有你的 就是将来会工作的合作伙伴来交流一下 然后包括行为和技术都有 对 嗯然后我之前还有一缩个不好意思面试 灭过很多公司 我之前还有做过那种啊应该也是比现在比较常见就是会有那种啊那就是线上的吗 那个欧位吗啊嗯 就是类似于hacker rank或者是lead code 然后一般会给你四到五道题 然后一个小时就让你 做做做然后就 根据你的结果就决定你要不要进下轮 所以大概是这样 嗯 好的 另外两位老师呢 啊我来说一下Rio Tinto的面试吧 嗯Rio Tinto他实际他并不是一家科技公司 他是一个呃矿企呃就是在澳洲应该是第二大的一家矿企 那他的总部在英国呃他的呃他的的呃对大部分是在墨尔本 他主要做像铁矿啊铝矿石什么的 那呃Rio Tinto他也有自己的一个大的IT的组 嗯那我现在所在的应该是呃下边的呃一个IT的组 那我们面试的流程大概就是这个分senior和junior 如果是junior的话呃他肯定是有也有那个就是coding review呃 呃他会做一些呃就是关于算法的题 那如果是senior的话他没有这方面的呃就是对你code的一个check 他主要是第一轮就是呃呃他会给你发一个video的link link然后在那个video里大概是问你几个问题 嗯然后把这些信息收集过来之后啊呃 hr会先过一轮然后会给到这些team组 然后team组会针对这些video然后去筛选一些人 嗯那过了之后呢那大概就还有两轮面是一轮就主要和team组里边的人去讨论一下 嗯你所做的一些项目还有技术背景是否符合这个项目呃是否符合这个team组 那呃还有一轮大概如果你这个轮也过了那大概就要跟我们我们叫gm就是general manager去谈一下整个的就是一个呃就是你的behavior看呃是不是适合这个公司的文化呃 然后再一个看看你是不是有呃什么呃就是抗压能力呀什么样的 但是reo timpo还是比较relax的一个公司没有那么大的压力 嗯哈哈好的好的嗯了解那爱丽老师这边呢 嗯hello那我就说一下前段时间我们招招那个senior developer 的一个流程 然后我们当时就接到说要招一个senior developer 然后我们第一轮的话其实就是呃就进入我们的技术站 然后一个frontend和一个backend的呃同事一起就是呃一些问题口头上的问题 嗯然后呃我们就是给一个co test 做呃玩了比较满意的话就是呃会会稍微就接下来我们会稍微讲一下这个呃 呃呃就是让candidate 介绍一下他做的这个呃co test 的内容 嗯然后再会基于我们现在的一些需求问一些system design 的问题 比如说呃如果我想在前端就是要realtime呃显示这种 notification 啊这种这种比较小的问题 嗯然后最后如果是就是满意的话那就是我们的manager 会直接跟他做最后一个沟通 嗯大概就是好的那其实呃总结下来的话其实大类的话还是主要就是分一个是technical 还有一个是behavior 然后具体的流程的话可能其实不只是这三这三家公司可能每家公司都有一些许的不同 但是大的分类的话可能还是这两块嗯对肯定有technical 对对对嗯好的那我们下一个问题就是呃 在面试中面试官会如何来衡量候选人的技术能力呢就比如说在technical 这样的一些面试当中可能说呃考到的或者说会问的比较多的问题会是什么呢 嗯几位可以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 呃那还是我啊就是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嗯就是技术能力嗯这个问题嗯对如果其实就是如果是coding的话就还是看你的 我觉得这个我觉得这个首先他是跟你的要面的职位有关系的就是然后面试班面试官对你的那个 希望也不一样对吧嗯然后就可能同样的题目他对你的期望都不一样就 所以比如说大家在刷面经的时候可能会看到有些题比较难或者有些题比较简单 嗯但是你要考虑到就是可能他的 要求不一样你简单的题可能你要做的很漂亮难的题可能你就不一定都不一定解出来 你就已经足够证明你的能力了嗯所以其实就是说还是就是就是做题的话就比较直接 你能不能写出来就是质量比较高的代码就能体现你这个人有没有技术能力吧我觉得其实 然后现在其实更重要一点是说因为现在有很多的工具吗很多AI的工具 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你你在和面试官沟通的过程当中表现出来你 你知道你就是知道如何去解决问题或者说你知道你自己有哪些武器就是 如如以及如何去问问题我觉得其实也是也是体现你技术能力的一个方面吧我觉得虽然不是说typical的一个 就我我对在这里我其实想说的就是就是其实技术能力和所谓的软实力其实是很难分开的 特别是在现在就是工具如此发达的情况下就是AI的工具如此发达的情况下其实你的就是问问题的能力我觉得其实是 嗯显得更重要一些嗯 ok 我就是你做出来的同时你还要能说出你是怎么做的并且是要能够能够及此提出问题是吧 对就或者是说你在做的过程当中已经你遇到了问题就是你没有做出来这个事情 嗯你知道如何去跟面试官去要哪个hint对吧你要知道你不是说啊我这个我卡住了不好意思能不能给我一些hint 而不是说你就是说我现在是你就知道是哪个地方的具体某一个技术细节有一些问题对吧 你好没有通或者是你debug出来这时候你可以去跟面试官去沟通去聊这时候他就会 对吧他就会给你一些给你一些hint然后你如果把握住了那你这个面试就会很流畅嗯 对 其他两位老师有什么想法吗对于这个问题 嗯 是这样啊 因为我来到澳洲之后也参加了很多面试然后因为呃也面试过其他的人 那我觉得在呃面试当中呢那首先如果要是有呃之前让candidate去做题的话那肯定是谁的分高肯定就是优先会选谁 因为最这是最开始的一轮吗那把呃做题比较分数比较高的candidate给选过来了那选过来之后呢那嗯 再一轮就是要一些技术面试那技术面试可能就会针对你呃简历里面列出来的一些技术去相关的去问一些问题 包括你以前做的项目也会针对你的项目去问一些相关的一些技术问题 嗯那如果你写在简历里面的东西嗯那问到你的时候如果你不能很呃就很说的清楚很说的明白那在在这一点上呢可能呃对于呃面试官 来说他可能对你的印象可能就要减分那如果说你把你自己的项目说的很好那你列出来的技术你也掌握的很清晰而不是只是表面上的一些东西一些概念上的东西那深入问你的时候你可以能呃回答的很好那在这一轮可能你你相对来说你的分数就比较高那之后还有比黑人问题那也会考虑到说呃这个candidate进到我们的项目组里要相处 的比较融洽的比较融洽因为即便要呃有一个teamwork嘛呢一般虽然developer的工作是比较相对独立的但是你还要和你的qa和你的b要要保持比较好的关系所以我们希望这个人就是比较比较easygoing 嗯所以这样的在这种情况下呢那我们也会选比如说这个人比较爱笑嗯然后性格比较好那可能我们就会觉得哎那进来比较比较好一点那相对那对于我我们项目组来说因为我们项目组比较比较relax所以我们就希望有比较爱呃就easygoing的人进来就是你如果说那个人在面试虽然紧张 但是很严肃呃就比较呃对虽然技术是要较真但是呃就是觉得哎可能和这个组不match那我们可能就不会去选择了所以我觉得总的来说还是呃三个阶段呢每一个阶段呢都会有相对呃就是嗯相对重要的点 嗯嗯丽丽老师刚才说的就是说就是在咱呃技术这块其实也是分好几种的这个技术能力啊一个是这个呃作为如果developer来说还有你的coding能力对吧那除此之外呢你的沟通的技术能力这其实也是一种技术能力在不同的这个环节可能会面试官通过不同的方法来进行一些考量和衡量嗯那呃爱丽老师这边呢 哈喽呃我也同意前面两位老师的说法其实都差不多就比如说吧呃肯定是你在面试的时候要表现出你自信就是还有就是呃反正我在面我之前面别人的时候我是有碰到过呃就是这个candidate他那个气场很强很强就呃弄得我自己反而很紧张嗯对就是大家可以表现的稍微 呃好相处一些然后比较好处一些然后因为我去年底的时候有有面试过然后呃我发现现在payprogramming也是挺多的不管是大公司小公司中小型公司也挺多现在都流行这样的方式来面面人所以大家可以平时就锻炼一下自己 就就就就就试着就自己可以拿一个小练习一边一边说一边打这样因为你在面试的过程当中是需要有有交流吗又要要要有比较好的沟通和交流而且你要不停的提问嗯 去经验你的那个requirements这样嗯然后如果当场可能还会碰到呃有可能会碰到就是你自己写错了然后还要马上debug这样所以嗯可以平时锻炼一下嗯 这个呃爱丽老师刚刚刚说的有一个就是咱们这个要制论起来要自信起来平时也要就是多练然后一直锻炼自己的能力那即在面试中的话呢即使是你在就是coding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 或者怎么样也能很好去应对并且你让面试官感觉感觉到你是一个非常自信的人是能够handle住这些问题的嗯好那我们下个问题那嗯刚刚其实几位有提到就是说这个软实力比如说我们刚刚说的沟通的能力啊这其实就是一种软实力包括这个团队合作能力那嗯几位有没有什么看法就是说如何在面试中去凸显一下自己的这种软实力或者说啊 团队能团队的合作能力或者说怎么样去呃表达或者怎么样去向面试官展现自己这样的能力呢 呃好啊我觉得刚才我老师说的非常好就是其实还是说呃就是做总结啊就是说技术面其实其实所谓的技术能力其实到了你你如果过了就是online test环节其实后面其实并没有说 纯粹的让你去做题或者怎么样其实都还是有很大的沟通的成分在里面的嗯所以其实就是呃所谓的软实力呃和团队的合作能力的话我觉得就是我个人经验来说就你在一场面试当中其实一个比较啊一个比较我对我自己而言比较完美的面试其实是由呃我或者说candidate 去去 drive 这个面试而不是一个那个面试官去 drive 这个面试因为就是在一场 面试当中比如说你呃被面试的人他可能讲话时间要占了90%嗯然后那你自己如何去把控这个节奏你首先要对时间有一个概念然后你要对就是你自己要对整个面试的过程有个概念对吧你对你要你在这场面这一个小时时间里你要做什么事情你在开始面试之前自己的要有一个啊很清楚的认识嗯然后因为有一些面试官比如说特别是在做coding的时候可能有些面试官 他们是处于比较啊比较技术偏技术一些的人可能他们盯着一个技术问题他就会要打破砂钢问档底就会跟你盯着你一直问但是你的时间就一直在走对吗所以那时间结束了然后面试官他回去写feedback的时候他就会说啊刚刚一个小时发生什么还没有什么东西可写的他就会把你设备掉对吧那你觉得是谁的问题其实对吧那其实其实是是我们自己没有把控好时间对吧就是 但是他也有问题啊但是我们可以提高的自己的这方面其实就是把控好时间把控好面试节奏所以 啊所以不好意思啊好像跟着跟着问题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我觉得很好嗯我接下来要说就是啊就是 对在把控好时间的基础上其实就是你跟面试官沟通也很重要然后 嗯如果是coding的话其实体现的就是你在真正的日常工作当中你是怎么去啊跟同事去一起写代码去解决问题的对吧 嗯其实体现的就是你在工作当中的一个状态然后就跟了两位老师刚刚说的一样就是你要你要在写的时候你要把你内心的想法说出来其实就相当于是如果大家有自言自语这个好习官网呢其实非常好就是把你自己在想什么事情你就完全就可以说出来然后你就跟他说我在那个think out loud就我一边想一边说对吧你就说只是把我思路扔出来那如果遇到比较好的面试官呢他可能你说到什么点他就是激起他兴趣或者是就是那种比较nice面试官他可能就会给 你一些就会给你一些tips或者给你一些hink对吧那如果是那些比较就是相对于啊内向一点或者是说没有那么多话的面试官呢你也可以去跟他沟通对吧你可以捡着一个话茬你也可以去问他嗯还是我说的就是我们去drive这个面试所以我们也要给面试官提问题而不是说我们被动的在等待说呀你看我准备这么多我的 我背了好多题然后我的技术准备的非常过硬他怎么还不来问我还不来问我其实他也在跟你想的是一样的就是这个人怎么还问问题还问问题嗯其实对所以其实我们要始终把主动主动权把握在自己这边嗯对然后然后如果是行为面的话其实就是完全看你这个人的是一个怎样的人就是然后大家就那对方会根据他们的团队需要怎样的人看卖不卖什么其实就跟我就跟我觉得面试其实跟谈恋爱挺像的就是最重要的是真诚就是 提醒表现出来你是一个怎样的人然后然后那你最后能不能拿到这个公司offer其实并不完全取决于你如果你拿到了那说明你跟着公司match如果你没有拿到嗯那其实也不是你的错他你并不能因为一场面试的事而去锁定你这个人的能力不行对吧可能只是就是大家彼此不合适吗对吧就跟谈恋爱真的很像所以那如果团队合作如果大家没有没有工作经验比如说或者说没有实习的经验我有一些在学校里做项目的经验其实这些 就你一个学校的项目完全就可以够够用你在啊行为面了就是因为你一个项目比如说你就学校里的大作业比如说你会involve三到三到四个同学对吧让大家一起做一个项目那你三四个人之间的沟通和交流肯定会有各种各样的情形那你自己就可以去比如说你一个平平无奇的作业但是你自己可以去给他就是啊润色一些润色对让他变得丰富多彩一些然后这样他就会变成 你啊行为面的一个武器库里的一个武器嗯啊这样的话就是比如说问到任何跟团队合作或者是说处理冲突以及你的抗压能力你都可以用同样的一个就同一件事情然后然后去回答这些所有的问题而且会体现你这个就是你这个事情本身很丰富而且很很很圆嗯然后对因为我自己之前在啊我在澳洲拿的一份工作其实啊就是我就用了一个一个 学校里的项目就比如说他问我你说你有什么deadline然后我拿的是这个项目你如何处理跟队友之间的冲突我拿的也是这个项目然后他说你如何去去drive你的项目去就是去去去plan的项目然后我拿的也是这个项目其实我从头到尾都只用了一个对嗯好了我不想啊对讲的讲非常几个几个几个点啊几个key point讲的挺好的就是一个是咱们在面试中要掌握一个主导权 因为其实呃你掌握主导权 突显出自己某些方面能力比如说团队合作能力都可以做作为一个话题一个story去讲嗯嗯好的那我们其他两位老师呢呃对其实在面试的时候面试官经常会问你说呃你你的开发团队大概是多大的就是呃就是一个size是多大大概有几个developers然后有BA吗 其实主要也是想了解一下就是呃你们是否你是在一个团队当中呃共同的去做项目呃然后怎样能跟其他的人相处的就是相处的比较好能把这个事情共同的完成所以这个还是挺重要的所以说如果你有一些项目的经验然后和其他的人有一些呃共同做项目合作的经验这个还是比较重要的嗯好的嗯 艾丽老师那边有什么看法吗 呃就说是在面试当中怎么凸显团队合作能力这些的话其实最好就是呃就像刚刚老师都说了就是用你平时的项目的经验你工作的经验实习的经验然后举一些小例子那这些例子的话就大家平时要留个心比如说呃就说你可能让你临场发挥你可能需要时间反应对吧可以平时留个心就准备起来 这些小的例子嗯然后也可以参考一下网上的一些面试题库嗯一口的肯定有了然后刚刚james老师说到有有有面试官会盯着你一个点问然后我就碰到因为我这个月其实也在面啊然后现在已经四轮过了在等那个value interview然后我印象很深呼喊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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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ing design 我的印象很深刻就是他完全 他就是盯着一个点不停的不不停的问然后我其实也是在担心那待会他是不是没东西写了然后 想办法想就是就能够说到别的地方所以是提醒大家面试的时候就说尽量能自就像刚刚james老师说就能自己drive 就自己 drop 然后尽量能够多展示一下自己吧 嗯嗯 这个是经过实践的啊 这哎老师正在实践中 好刚刚我们有位同学问说 呃可以具体说一下团队冲突如何解决的吗 几位老师有没有什么 就是关于这方面的小tips 或者说 呃一些小小的经验呢 嗯 行你先说 老师先那您先请 没有我正正好就是 我们现在正好是有一个冲突 所以我就想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我们是有一个外包团队 帮我们做部分部分东西的 然后我呃我们是给了 我不知道是怎么给 反正陆续给了他们四个CR 就是他们要帮我们做四个呃四个东西 然后他们是想把它就是一起release 呃那我们在开会的时候 那我呃他们就在说一起release怎么怎么好 那我们经理也是觉得哎不错的 好一起release听上去好像比较比较方便 呃但是我觉得这样的话可能会有危险 因为如果一个测试有个问题可能会其他也会拖延吗 也会delay然后嗯但是在meeting上提提了一句也不能够当场跟他们这样嗯 就是起冲突啊或者什么所以就是meeting以后就是跟跟manager在kitchen碰到的时候就跟他聊了一下就我就说了这个可能会造成了一些负面的影响 然后他就让我去写一下嗯就把这些负面的影响写下来然后后来我就回去写了一下然后然后就也跟外报呃就很尊重他们的情况下聊了一下他们也能接受 然后我们最后是决定就是呃单独的一个个release因为那个稍微复杂一些所以我们最后还是一个一个release的嗯 嗯对就是一些想法上不一样有的时候嗯嗯 啊对james老师这边 ok就是呃我想说的就是呃 男的冲突可能他只是一个行为面试 常见的行为面试体里的一个对吧 所以你要考虑说呃不是说怎么去回答这个问题 而是说针对于行为面试的问题你应该去 有有哪有一个怎样的回答的思路 首先你要知道一点就是说 这种类型的问题他都没有正确绝对正确的答案 就是说面试官绝对不会说他在等待你去往哪个方向去说 就是绝对不会有这个问题 所以首先大家不要有有压力 就是你怎么想的就怎么说 然后核心的原则就是说你在一个事件当中 你要表现就首先首先回答行为面试的 他有一个有一个叫什么STAR原则对吧 其实就是说你要跟他讲清楚 首先你的这个情形是怎样 就是就其实就跟写剧本原则 什么是你冲突在哪里 对然后 然后你要讲说你做了什么事情 对吧 你的action是什么 然后你的result是什么 你的结果是什么 对你要按照这个 首先你的回答要有逻辑对吧 其次就是说你 你要 你要在回答过程当中表现的你这个人是怎样的人呢 我觉得一个大家都喜欢的人应该是一个温柔而坚定的人 就是跟我教育儿子一样 就是你首先你看 就是你你不管对方 不管你所面对的冲突是怎么的tough 你都要有自己的原则 就是说我 我怎么去处理这个冲突 我为什么要去处理这个冲突 我为什么要做这个行为 不是因为我害怕他 不是因为有别人让我去这么做 而是因为我心里想的 比如说啊 我需要去 我需要 我觉得deliver项目的速度更重要 对吧 所以呢我就通过当然你要通过一个有效的沟通的方式 对吧 然后去解决这个问题 那举个具体的例子 比如说 嗯 我 我很久以前就我在那个我用的火的那个学校里的项目 就是说 我当时有一个 有一些队友嘛 因为他就比较 嗯 比较那种就是爱 怎么说爱 show off 对吧 他就想显得自己很厉害 然后呢 但是呢他又不太想去做又不做事 但是总想去take那些credit 就想把功劳都占去 然后呢就会有些其他的人就会 其他队友就觉得不是很开心嘛 对吧 然后就会有这种人际关系的冲突 然后再有呢 那他show off 他又不做事情 他会影响项目的delay 对吧 所以其实就会有很多这样的点 就你都可以拿出来去 去跟别人讲 然后最差的情况就是说 你不知道 你没有一个例子 你没有准备到这道题 但是你你可以巧妙的 就是跟我们之前说的一样 你可以去引导这个面试官 你可以把问题就是转移他的注意力 你可以把它变成另外一个问题 就比如说他跟你他问你说 你你如何去解决团队的冲突 对吧 然后你就可以 你就可以啊 你就说我想了一下就是 好像我的生活当中没有什么团队的 就是我好像没有遇到过这种团队冲突的情况 然后但是呢 但是你比如说我之前遇到一个 比如说 就是你说 但我觉得这个不是冲突啊 但你比如说我之前遇到一个 就是我和我的队友两个人 有一个有两个不同的意见 对吧 之类之类的 就是举个例子 但其实更多的情况下是 如果比较好的面试官的话 比如说Atalias的value面 你没有没有没有这样的例子 你可以跟他说可以给我换一个题吗 他说啊好 那我换一个题 也是一个happy ending 真诚 真诚就必胜 真诚 就是也不是必胜 就是真诚能够保证你最后得到一个适合自己的结果 我觉得是这样 嗯好的 好的 嗯这个就是 其实我们刚才也有提到过 就是说在面试中如何突出展现自己在实习和项目中的经验和技能 那几位老师对此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或者说围绕这个话题 有没有什么 呃想补充的点 呃我觉得其实这个其实呃刚两刚两位老师也提到 就是这个其实case by case 因为不同公司公司他们的面的情况不一样 就比如说像Atalias的话 他其实不太会啊聊到说你的 呃就不都不会太聊你很多简历上的东西吧 嗯然后他所以其实你 就完全取决于你自己 比如他在做行为面的时候 完全取决于你自己就是怎么向怎么去向面试官描述你的项目和你的你的经历 嗯然后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其实就就比较freestyle 就相当于是说啊你就可以 简历肯定大家都是要认识准备的 就是你你先提前准备好 然后就是如果是这种情况啊就是你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嘛对吧 但是如果有一些公司的话他可能会比较看重你在简历上写的啊写的技术或者是写的项目的啊一些经历 然后他会重点根据你上面写了什么然后去去给你抛很多的问题 嗯如果这种情况的话那可能就是说首先那提前你要对简历上的那些技术的点要要做一定的准备就像前面啊那个Lily老师提到的就是说 就是你不要一下子被别人问住了如果你一个技术的点或者一个技术的名词你写在你的简历里的话那你一定要保证你自己有充分的就是后续的知识 可以去帮你啊抵挡这些问题对然后再一个就是说如果他如果像这这类的公司的话他会他会更看重你如何去描述你你的项目经验那如果去描述的话其实就如何做简历的话其实就是你要体现出来你的就其实跟刚刚回答行为面很像就体现出来你的你在这个项目当中或者说你在你这实习当中你做了什么事情最好是有那种 量化的然后就是如果没有没有办法量化的那你可以写就是说就把你的impact写出来就把你的影响力写出来而不是说说我在这个公司然后用什么啊用什么技术做了一个什么做了一个网站或者做了一个什么东西我觉得这个是属于就是你实在没有什么可写的你可以就是啊放一些技术的term上去然后就说我用这个框架做了这样一个网站最起码能体现出来你你有过使用这些框架这些语言的经历 但其实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你要把你做这件事情的有哪些影响写上去但我觉得大家不要觉得说啊我我只是在学校里写了一个大作业对吧我我没有什么就没有什么影响相信我你如果仔细去挖掘的话你肯定是能够挖掘出来很多这样的点嗯对所以啊我就到这我我话比较多没有没有来那其他两位老师呢 嗯是这样啊因为有一些可能科技公司啊像前啊像詹姆斯呃老师的就是这样的大厂那他可能他们不大注注重就是可能说你可以是一张白纸就是算法做的比较好像谷歌呀Facebook这样的公司可能呃都不太在意你用什么语言呃甚至你用加瓦CShop呃是什么呃C++都可以但是只要你 你有那个逻辑的思维能力就可以 但有一些偏重业务的公司 就比如像我们公司 那我们公司 因为它是偏重业务的公司 那可能它就是比较在意你之前的工作的一些经验 那像如果像我们组要招人 那我们肯定就要跟我们组的相关的技术要迈持上 然后还有一点比较重要的 就是看你是否有一个学习新技术的能力 因为我们像我们这样的组 那我们的application有很多 比如说有一些老的技术 那可能都是VB 那有一些新的技术 那就已经用到了donet6 或者其他的一些东西 那你虽然你没有接触过这个技术 但是它可能会比较在意 你有没有学习新技术的能力 当你拿到一个application 一个小的 比如像一个web service 你能不能很快的debug能解决问题 这个是我们比较在意的 对 好的爱丽老师那边有什么看法啊 啊哈喽 我在看一个同学刚刚打的那个问题 一会儿对 答一下 嗯就回到这个PPT上的问题的话 嗯 就是这个实习项目中的经验和技能 一般都是会写在简历上 然后 就是 就像刚刚老师们说的 就是如果大家 你的 你写在简历上的skills 还有你的项目经验啊 这些 一定要在面试之前做一个准备 因为很有可能它会问到你 嗯 还有就是你在面试之前可以去关注一下 呃就你会拿到那个JD吗 嗯 可以了解一下他们技术战还有侧重点是什么 那可以请尽量去参考那个去呃往那个上面说 这样 嗯 嗯 就 然后这个同学是说尽量有几段实习 就其实你的实习经验 当然是这种实战经验是最重要的 然后项目经验也也很有用 然后说是否尽量有几段实习 这肯定是越多越好 嗯 这位同学是说实习经历和学校的program 在技术能力通过的前提下 在简历上的分量一样吗 还是说 就是他的意思可能是说还是说实习是比学校的program 呃 会更有分量一些 那几位呃有没有什么看法呢 嗯 我觉得对跟艾丽老师说的肯定你如果是有在工业 呃就是公司里面实习的经验的话 他分量呃 特别说是比在简历上来说是会比那个学校program 要重一些 啊 但是呢 就话又说回来 其实 其实简历的话 就是如果你能够 就是如果简历过了的话 其实就没有那么没有那么重要了 其实就是关键还是看你你这份简历能不能被被HR给pick up起来 对吧 如果他他决定看你这份简历那那其实就基本上差不多了 就没有什么区别 但是在简历被筛选过程当中我觉得工业的经验还是还是重于学校的经验的但是我这里有个tips就是大家在我觉得大家都是it的it的学生嘛对不管是本科还是master 你们会有很多很多那种大作业对吧 比如说有什么像我之前做过什么就是用把比如什么cpu并发编程然后重写重新实现一个算法之类的你不需要写你这个是学校的项目对吧你就可以写你就写一个title就是说我做了一个cpu并发 然后重新design了一个算法然后你写一个日期然后这个是对是什么时候做的然后然后你就直接去写你的你的那个impact就可以了 对吧你不需要跟别人说啊我这是一个你不要需要写一个大title说学校项目经历我觉得没有必要你可以把它嗨起来对吧因为你也没有在说谎 就是对然后这个时候其实就相当于是相当于是一个tip就因为如果你有实习经历的话你肯定要强调说我这个是industry就是什么work experience对吧对但你如果没有的话那你就这些title你就都不要就好了你就叫project就可以了对吧嗯 毕竟重要的还是内容这个对是什么从哪里来的这可能不是很重要如果是说他的内容是足够有讨论度的并且是有有是有含金了能展现你的能力的那就是没有必要去强调他是学校的作业或者是怎么样 对就是你有有工作经验你要把highlight没有你就不要就是不要说说我这个是学学校的项目对就是没有的话所有东西都一样 都是法律就跟就跟咱们gpa是一样的对吧那些简直是你级别很高你就把它写上你级别不高你可以嗨起来不用不用写对对啊 刚刚还有位同学说如果是转码的人之前非it经历的这部分应该用什么内容去填充这个是不是爱丽老师这边有有没有什么想法因为爱丽老师也是转行的之前 嗯就是其实这边都很看重这个实战经验所以最好是要有一些 当然你首先最好是有工作经验没工作经验那有实习经验对吧嗯 最差肯定是就用很多很多的这种你个人项目放在上面也可以因为单靠个人项目我之前最早也有拿到过面试 嗯那实习的话家人这边是有提供实习的所以这个问题应该可以解决我觉得 嗯对对于转码的人其实大家也是有这个痛点就是说之前没有过it行业的相关的经历没有面试中没有话去说或者甚至没有东西往简历上去写 所以这就是咱们叫人的课存在的原因因为我们是提供这个实习包括说项目经历供大家去做 然后呃所以对于转码来说的话这个压力还是呃不大的是让你是有东西去写的 嗯嗯嗯我对我觉得但是这个问题我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呃这个Chris说之前非it经历这部分应该有什么内容去填充他意思是说他之前在没有做it的时候他有这段时间他有在做一些别的事情比如从事别的工作或者是做别的学习 那我要再简历这个这个时间的概括怎么去写我觉得其实就这段经历非常好就是你完全可以把它写在那些简历上 嗯然后但是你你的内容部分你就可以就是适当的去做一些删减因为他毕竟不是it的不是it的那个经验但是但我觉得这个是其实是一个非常valuable的部分 因为因为一个人他如果从事过不同的行业那他其实有更多不同的视角对他如果在在过来转码的话其实不一定是一个劣势 我觉得我身边有很多同事其实都是转码过来比如说以前是做做生物的什么都是很多半路出家的人但是但是他们都做得很棒对 嗯而且我觉得最重要就是你有一个别的行业的视角其实是一个加分项而且你这样你在你写在简历上接下来你在你的行为面的时候你会有去有更多的内容去和你的面试官去做沟通 然后面试官也会对你这部分经历表现的不是表现他会很有兴趣因为如果是一个纯it这个行业的人的话他对别的别的地方的经验会会很感兴趣 然后如果你又是这个方这个方面比他又多一些经验的话那你们的面试交流过程当中会很融洽就聊完了这个面试官可能他可能不太记得你到底有没有回答中那些问题但是他觉得嗯我们刚刚的这个面试过程 对那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假的嗯好的呃这个我可能跟詹姆斯老师有一点不同的意见哈这个可能他是呃就是看你面试什么样的公司那比如说像比较呃像有一些大厂可能他会有一些面试官他会喜欢你不同的呃一些经验一些呃工作的背景 但是对于有一些公司就比如说像我们公司那如果比如说你把房产中介的这个这个经历也写到上面从hr那可能他未必能给你通过他可能觉得看一眼他觉得你可能是投错简历了嗯所以说这个还是根据不同的公司来看对呃我之前也有一些学生他们是从比如像呃之前有护士转过来的还有以前做咖啡师啊什么转过来的 我们当时给他的建议是呃你就不要把这段经历写下来了那因为他们也是参加培训然后呃去参加实践的项目嘛然后就从你开始培训的这段时间开始写那之前呢其实呃也不用写不用写在简历里但是这个可能可能是根据不同的公司就是他有不同的情况那这个只是我碰到的那比如说像我们公司呢可能呃就是首先因为hrc选完简历之后他会给到我们项目组 那我们项目组看一下那比如说你前边呃有什么原意啊什么的这些全写进来就会想哎因为本来我们的简历大概就是两张纸嘛那你不要写的太多那如果你把你非必要的一些经历写进来有的时候我们会想哎他是不是投错简历了对嗯对对对 这个尺度还是很重要的嗯嗯这个你讲一下我的个人经验因为我我最早第一次投那个it相关的工作的时候我一开始非常真诚的把所有在国内的工作经验都写写上去了嗯然后就是确实是嗯别人就说了呃就觉得我好像不是很专业所以后来就把它给拿掉了我之前后来呃我就之前就是it相关的一些经验 就仅供大家参考吧就看情况如果你之前的职业是跟it这种呃稍微还大一些呃大一些边的话是可以写在上面的我觉得嗯我觉得是有一个视角的比如说呃像我们之前有一个学员他在国内他是做这个金融的然后他是做这个养老金金融的就是上个礼拜的一个学员他来做了一个分享然后他以前是在国内在做那个养老金投资那块算是金融行业的一块然后他到这边来找的it工作呢 他也找的是金融行业里面某个就是某家金融公司的it岗那其实这个你之前这段这这段经验对他们来说还是非常的valuable的还是非常的match的尽管你做的可能不是it的岗他之前做的是啊这个finance相关的岗但是因为他是在同一个industry里面所以这个对于他现在面试的这家公司来说的话他是非常valuable所以这个东西还是case by case吧我觉得嗯 好那这个问题就是说一个候选人要如何在面试中脱颖而出或者说呃几位老师觉得我们去需要去面试之前需要提前去准备哪些内容并且在面试中去着重展现自己哪些的呃独特之处呢呃我好像都前面都都聊过了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要 对要去 drive 这个面试我觉得嗯对就是 对就是要知道面试官就是最好所以其实做一些模拟的面试其实还是蛮重要就是或者说呃你多投你投很多很多份简历然后你去面 你去做很多的那种就是 实战的面试也也是很重要的对嗯嗯 呃另外两位老师有什么补充的吗对于这个问题 呃呃呃我觉得是这样呃看是在哪里面试那如果是在澳洲面试的话呃也看你投什么样的职位因为在我们呃做IT他有不同的职位有developer那其实还有BA啊QA啊那比如说如果你要投BA的话那首先你的语言要要好一些对吧你的语言要好一些然后呃对就是根据不同的岗位他可能他看中的点不一样 那developer呢如果是呃junior或者嗯包括一些大厂的senior那他也看一下就是你做题的状态做题的状况那你当时写代码的一个状态debug的一个状态那这些其实嗯就是面试比如说技术岗位呢那肯定偏重的是技术那如果像BA啊产品经理啊这样的呢那肯定偏重的是语言但是总的来说呃还是要看你在整个跟面试官交流当中 有没有一个逻辑性这个比较重要嗯明白爱丽老师有什么补充的吗嗯脱颖而出独特之处其实就是首先把技术打扎实了因为你投的简历你投的公司基本上也是符合你自己技术站的对吧然后技术打扎实了过了技术面后面的话就是你只要是一个比较好相处的 然后呃就刚刚说的那些behavior的问题就准备一些story这样嗯基本上应该我觉得没什么太大问题吧嗯好那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其实之前大部分都讨论过了我们来解采一下评论区里面啊小伙伴的问题那首先第一个问题是说请问GP只为简历上有工作经验会有加分吗这个James老师是回答了会有加分呃那可以就是具体的 说一说吗或者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哦哦对我是怕大家的问题没有时间去对我就就他啊对啊就是可以如果是如果是任性GP的话我觉得有有工作经验肯定是有加分的所以大家如果是像这样人也会提供实习吗如果是有机会的话呢肯定是要去呃去做一些这样的准备吗或者说参业参加一些实习对吧嗯但如果没有的话还是说回来我们可以去想办法怎么去 认识我们自己的简历也不用太担心吗我觉得就是有势加分没有也没关系我觉得就是嗯好那我们呃先先先呃讨论一下屏幕上方的这个问题啊就是呃可以分享一下面试过程中的一个一些小tips或者说大家比较容易忽略的一些细节吗有没有什么哦我刚想到一个就是一个tips吧然后就是嗯我觉得这个还对我对我 来说来说来来说还是挺挺挺有用的就是你在去跟面试官约面试的时候你可以考虑一下约面试的时间首先你要考虑到你自己的状态比如说你是一个上午状态特别好我觉得我的话就是早上起床我的状态会特别好嗯所以我一般会约在上午那如果你比较喜欢你下午约的状态比较好那你可以考虑约在下午这个是一个考虑的点第二个点就是你要考虑你的面试官是怎样的状态像比如说嗯 你如果约在下午5点了像比如说我之前面Amazon就是约到了下午5点钟然后那个面试官还迟到了你想他经历了一天的高强度的工作对吧然后最后下午5点钟快下班了然后还要来跟你做一个面试他不睡着都已经谢天谢地了对吧他能够我们两个能有一个很流畅的沟通把这个面试做完吗那显然是不会了对吧所以对这是我觉得这是我自己一个tips所以我我个人比较prefer把面试约在约在上午对或者是10点 11点或者是9点这样我自己状态很好然后我相信那个面试官早上对吧他去上班那他第一件事是一场面试那我觉得他自己他自己人的状态也是很refresh我觉得也是很好的嗯确实是一个比较容易忽略的一个细节那其他两位老师有没有什么自己的看法有没有什么小tips给大家啊我还有一个小tips啊就是一般像大一点的公司他在约你面试的时候他会把面试官 嗯可能都把名字给你标志标记出来然后告诉他大概什么职位那你可以根据呃就那封邮件的面试官呃的名字去linked in搜一下然后看一下大概面试官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技术背景呃那根据他的技术背景你去准备一些他熟悉方面的东西因为面试官一般面试的时候他比较倾向于面试呃他熟悉的东西对嗯这是一个小tips吧嗯 嗯确实也是非常valuable的嗯 爱丽老师有什么小tips给大家吗 但对面的人早已不见到我说我说一个吧嗯就是 可万万没想到回到 哪位同学mute哎呀嗯嗯就是 刚刚说到 就面试的时候其实还是有大量大量的需要说的地方其实大家 他特别是你第一次面试或者说呃就找第一份工作的时候是可以是需要再提前准备一下的呃 就就比如说吧你开始开场开场白你要自我介绍包括后面呃我们说到他他一些呃包括让你介绍项目让你介绍自己的工作经历这些 我觉得都可以准备一下这个准备就是我个人觉得你甚至可以把它背熟了嗯 因为这个是我来自于我之前在国内做老师的时候因为经常上公开课 然后我们当时的嗯当时大家都是知道的就是如果你是一般熟你背的你背的一般熟最后你 真的公开课上面的时候其实你的呃本来就是效果会打折扣你可能会忘 当你背的滚瓜烂熟的时候你就绝对不会有问题 所以我觉得就我自己的话也是我一般都会把他背熟了然后就 就哪怕紧张也不会也不会忘词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提前准备一下写下来背一下这样 那肯定的 先准备就是每一个小点嗯 其实这个也是给自己在面试过程中增长一下自己的自信 对你熟悉了就肯定会更自信而且就不容易紧张吗 对对对好那这个问题呃这个是一个比较general的问题啊 那九位老师可以通可以经过自己就是说自己的一些经验 或者说呃可以举一个例子特别的一个it稿呃 比如说他面试中会被问到的问题有哪些比如行为问题啊或者技术问题 嗯技术问题的话有嗯就哦不是不好意思行为问题的话啊会有很多的网上有很多应该有很多的模板或者是题库或者是资料吧对对我比较经常遇到的就是就是你啊解决问题呢对然后也跟着公司的话有关像amazon的话他们的公司的文化比较别选一些所以他会问很多就看问很多跟 扛压相关的就你如何解决啊同事之间的冲突嗯如何去面对一个很紧的代表然后如何去就是在啊就是有那个去解决有custom impact bug之类的吧嗯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啊考察你这个人啊 啊啊团队合作方面呢或者是说你怎么去啊或者说你啊抛开团队合作这这块这一趴还有一些就是关于你你的日常工作习惯的比如说就跟纯纯的跟个人有关比如说你啊你怎么去啊计划你一天的工作啊你怎么去给你的一天的工作去啊做月限级啊可能那可能这些都比较这些问题都比较 不是那个毕业生会被问到的吧嗯但是呃 但是也是呃但其实也是可以问到的对其实我觉得我觉得都是都是一样都是同用的嗯不好意思 pass to 嗯另外两位老师谢谢嗯好的 呃面试当中其实呃我来澳洲之后也面试了很多次被面试了很多次然后也面试了其他人很多次然后也是相互借鉴嘛就之前呃面试我的那我觉得比较valuable的那现在我也会去面试别人嗯对所以所以其实呃技术问题呢当然是针对你不同的呃技术领域技术站呢他问的问题是不一样的 那呃行为问题其实网上有很多答案那有一些像最后一轮呃或者第一轮呃可能他会问你一些行为问题但是其实最重要的还是中间的那一部分就是项目呃项目组去呃去给你做面试那呃因为我在澳洲也参加了很多面试我也发现其实呃在澳洲这边他一般都是呃hr面完之后他会把你分到某一个项目组那这个哪一个项目组去招聘呢他会 呃项目项目组里他会呃提供像呃像呃什么project manager啊或者是senior developer他去面试你那最后你就会到他的项目组里那其实呃我发现有一个共同的问题一个是做自我介绍其实做自我介绍还是挺有用的呃这个自我介绍如果你准备的呃精炼而且把你呃优点都能说出来 其实这个是加分的就每次做完自我介绍一听哎眼睛一亮然后觉得哎这个我愿意往下听下去我觉得他的自我介绍很吸引我我我想继续的往下听下去然后呃紧接下来他会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呃你做了大概做了哪些项目 然后呃这两个问题我觉得呃我在面试呃我被面试很多公司我大概都经历过了嗯然后基本上都有这两个问题那但是我没有去面就像谷歌啊Facebook还有就是澳洲的一些大厂那那个我不大清楚 对因为我面的一般的都是呃呃就是那个呃C年Developer的一般的一般的公司或者大一点的公司对他大概呃这两个问题我觉得要好好准备一下一个就是自我介绍那呃你自己要准备一份精简精炼的自我介绍然后其次就是你做了哪些项目那呃因为一般的面呃medium或或者C年的话他肯定都有一些项目经验吗那所以这个项目经验你要呃就是项目的 呃你有什么项目你要好好的准备一下然后紧接着可能这个面试官尤其技术的面试官他会根据你的项目去问你一些其他扩展的技术问题嗯好的嗯爱丽老师对这个问题有看法吗嗯我看一下嗯 然后被问到的就是每次都会每次都会被问到的就是最后他一定会问你你有你有你有什么问题要问我们吗哦对这个是个点嗯就至少大家可以准备个一两个呃我曾经是每次都说一样的问题什么challenge吗然后说以后就表示赞同啊我可以帮忙这样嗯大家可以一两个就是嗯那这样的话他问你的时候不会冷场嗯 嗯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小tips 对这个问题肯定会问他们也是就是呃走过场最后会问一下对对好那呃下面是一个情景问题啊我们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呃这个问题完了还有一个问题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呃很多同学会有这样的疑问啊虽然我不会某某方面的技术对吧但是我有很强的学习能力啊我可以进入公司后学习相关的技术 那各位面试官对这样的回答是怎么看的呢嗯挺好的我觉得但是没有什么没有什么特别的我觉得可能你还是要证明你你你如何去证明你有很强的学习能力如果在面试过程当中证明你有很强的学习能力我觉得才是更重要的吧如果是只说一句话的话我觉得可能分量没那么重嗯嗯那如何去在面试过程当中证明自己 有很强的学习有很强的学习能力可能还是回到我最开始或者是最开始回答的某一个问题的答案吧就是你要啊学会问问题就是嗯就是你你这个我这个怎么去使怎么去训练呢就大家可以在平时自己去啊准备面试题的时候就是刷题的时候其实 就可以自己去怎么说不说不说问自己吧就是自己去去去琢磨一下就是不是无脑去去写代码是自己去想一下如果有个人在我旁边我会我需要比如说我我现在不会写了嗯如果如果他告诉我一些什么事情我就可以继续把这个代码写下去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是你需要有的啊对嗯对所以这个就你如果学会了过问题那就你就可以证明你这个人对吧有一定的pick up新的东西的能力嗯或者是说你之前的经验比如说你是跨行业的那你你现在你这个人学习能力很强比如说你是之前是做会计的然后你现在转IT然后你这批都是90分嗯以上对吧像那对我老婆就是这样的一个人那就不用说不用说你你这个人学习能力显然是很强 对吧对这是一个proof对吧嗯对嗯那其实刚刚丽丽老师有提到就是你比较看重就是呃candidate的这个学习能力那如果说candidate是这样子回答你的话你觉得呃是有什么样的看法呢呃这个就看一下那个项目组他需要什么样的人呃如果说这个项目组他的budget比较多他想找一些呃就是junior或者graduate过来 然后慢慢的培养那呃你有很强的学习能力这个是加分的嗯但是说如果这个项目组他一个人都做好几个人的活什么都做什么呃development什么release呃cicd都要做那他就希望呃你是一个进来就可以去干活的人嗯那呃你说他可能会问你比如说某一方面的技术然后你告诉他你说我不会但我有很强的学习能力那我们就想那我还要给你时间去学习本来我budget 就不够了我这个一个人都盯好几个人做了然后你你再过来我还要给你时间学习那这个可能就不是呃对这个项目组可能就不是很match呃那那有一些项目组呢那可能他会就是不断的储备人才吗那虽然我们我们活并不是呃也不是说并不很多可能我们需要有不断的呃就是新人进来然后慢慢的去培养那这个时候你要想展现你的学习能力那你只能去举一些例子你不能说 我有很强的学习能力但是你要告诉他为什么我我为什么我说我有很强的学习能力我之前遇到了什么事情就你要给他一个真实的一个案例那一般的像呃就是在这边找工作他会比较相信你说的可能有的时候你是稍稍的添加一些故事但是你要把它说的完整那其实也是很加分的嗯确实那爱丽老师呢 嗯我觉得如果是中小型公司的话他们是希望直接能上手做的然后这个技术的话你看他们工作的JD啊其实说实话我看JD我觉得因为这个技术的东西实在是太多太多太多了然后你看这个JD很难说这个上面的东西都会我都没看到过我的东西我是都会的嗯所以这个技术是不是他核心的他核心的你肯定 也要会对吧嗯当然是你会他核心的东西他会给你面试然后如果是一些其他的呃比如说你就是你CICT pipeline可能你现在不需要做但你可以跟他说我现在在学呃在在看一些online的课程或者说呃在考一些证书刚刚有同学我看到也在说James老师也回应了嗯然后考一些证书是有加分项子你放在放在简历上或者说呃面试的时候也可以说 我是考虑他放在简历上那个logo放着我同事也是然后就是嗯这样就增加一些面试机会还挺多的嗯然后你是就像刚刚莉莉老师说也是要举一些小例子的就你学习举个例子嗯其实不管证书也好还是例子也好其实这些都是一个一个proof一个一个证明证明你不能只是单单说一句话啊我有很强的学习能力你需要哪一些东西去给他证明我怎么样表现我学习呢 能力这也是之前我们讨讨论到的问题怎么样去凸显出在面试中这么短时间内去凸显出自己的能力啊你也说就是比如说你你说我们公司有training budget我一直都是在学习一直在看网上的课这样或者说你在买课看这样嗯好的好那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啊呃有的面试者会呃说啊或者是会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啊只要能让我得到一份工作我愿意接受 远低于平均薪资的这样的一个薪酬那嗯各位面试官如果遇到这样或者这样潜在的回答你们会怎么去看待呢我觉得这个没有意思我从来没有 我觉得我很让但是我还真真听到过一个这样的回答是在啊很很很很久很久以前我有一个啊有一个有一个同学吧他就是我们那个读书的时候有那种模拟面试什么 他就会问嗯他就说了这样一番话他就说对类似于这样我愿意接受低于平心的平均水平心的然后我愿意去加班怎么样我觉得我个人来说啊嗯我首先觉得大家我我个人是不建议大家去这样因为我觉得还是回答那句话就是我觉得面试跟他是一个双向的过程就不是说嗯不是说我们为了一份工作我们可以去去sacrifice一些事情嗯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就是如果就假如说你这样 你去用首先我不觉得你这样表达会对你有加分这是一个大前提因为我觉得绝大的公司来说他会觉得这样体现你这个人嗯不专业我觉得真的是这么说对然后其次呢就算如果有一个雇主他因为你这样去回答然后他pick up了你那你想说这个公司的或者这个雇主的价值观是其实是怎样的就是大家对可以自己考虑就是你扪心自问一下 对吧就是对对对对就是如果你的一个做一个事情你的出发点你觉得自己心里有那么一点啊不舒服或者就是不是那么坦然的话那你如果你就算你以后在这个公司工作哪怕是你说我在这里只是一个跳板我工作半年哪怕是三个月我就走那你这人生里这么重要的三个月对吧我们人生当中每一天都很重要你会 所以你就是这样用一个怀着一个这样的心愿在这里公司工作吗我觉得不会的对吧所以嗯我觉得这问题其实对没嗯这是因为这个问题其实是呃在我们这边很多就是同学来咨询我们sales的时候啊可能因为很多同学他自己的经历可能经验不够呃觉得自己的能力不那么强或者不那么自信他可能会说是这样的话 然后会来问我们sales说哎呃呃这个是对我转工作有没有帮助啊或者说哎我愿意接受这个低于平均薪资的这样一个水平有没有工作的推荐给我呀对对对对我非常理解大家就是因为呃大家都是这样过来我自己也是转行就开始没有说我我我其实学的呃我本科学的是呃物理比较想物理那方面对我非常理解大家这份心情但是呢怎么说呢就是我们要表现自信对吧你说这句话就 证明了你的不自信其实它是一个减分就好像你在谈压的时候你突然就是表现了你你很你想去倒追一个人这样那你就已经输了对不对你的主动权已经没有了就回到我面试那个话题你要在这场面试当中把握主动那你如果一旦你去做这样的回答那就没有主动权对不对嗯嗯嗯其实james老师你说的很好了我们其他两位老师对此有什么补充吗对james老师已经说的很全了对 就是不要这样说就是对于面试官来讲这样说不会给你加分的而且呃在澳洲这个工作环境来说他有一个overqualifiedoverqualified指的是就是呃你的能力如果达不到他就overqualified如果你的能力比这个职位要要要要高那也是overqualified所以对于任何一家公司他都不想存在呃就是一般大的公司他不想存在这样的一个歧视的氛围吗所以你的能力是什么他会给你相对应的 薪资呃就是你说低他也他也不会说他会优先考虑你的这个不要这样说对我的建议是不要这样说嗯好的那爱丽老师有什么额外要补充的吗还是觉得已经对同意刚刚两位老师说的这个肯定是减分的嗯这个绝对不能这样说嗯就这个你说了嗯就代表你不自信就首先你面试一定要自信吗然后从公司的角度来说他不差那一两 两万嗯只要对你满意他是愿意给钱甚至你多要一点他都愿意所以一定要表现的自信我觉得嗯